从为国争光人人夸赞的天才少女 到争议不断被骂滚出中国 谷爱玲究竟做了什么 2022年的冬奥会上 中美混血滑雪少女谷爱玲代表中国出战 以两金一银的好成绩被万人追捧 但她之后宣布返回美国 前段时间谷爱玲现身上海浦东机场 瞬间引发热议 距离去年在北京冬奥会的出色表现 以过去一年的时间 这是谷爱玲首度回国 然而与她冠军时受到的热情反应不同 这次却面临着无数谩骂和嘲讽 不仅被外媒冷嘲热讽回国捞金 在国内的风评也两极分化 不少网友阴阳怪气质疑她的动机 众所周知去年谷爱玲在万众瞩目的 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异彩 以前无古人的傲人成绩 成为第一个在冬奥会取得 两金一银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整个北京冬奥会 以及无数国人的心 比赛结束后她也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走到哪都会有人为她鼓掌 赞美声和彩声更是连连不绝 俨然成了国宝级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孩 在冬奥会过后却出现风评大逆转 有网友甚至让她滚出中国 这位天才少女到底为何会跌落神坛 在北京冬奥会一战成名后 谷爱玲就获得了不少关注 她的商业价值也猛涨 各路商家正是瞄准了这个契机 纷纷前来找谷爱玲合作 后面谷爱玲便官宣了成为 蒂芙尼的全球代言人 在北京冬奥会上她也戴了蒂芙尼的戒指 不过这样的谷爱玲却给人留下 中国赚钱美国花的印象 谷爱玲被爆出在中国赚完钱 转身就坐着奢华的私人飞机回了美国 这不免让人觉得就是来中国捞金的 而再次将她推上风口浪尖的是 她支持美国的举动 在北京冬奥会后不到半年 谷爱玲就对外公布 自己将以美国深奥大使的身份 来帮助美国宣传冰雪文化 争取2030或2034年冬奥会举办权 尽管在谷爱玲之前 有诸多中国运动员出任她国深奥大使 但谷爱玲还是被骂上了热搜 而她被骂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也有国际政治因素 更与她模棱两可的身份国籍有关 曾有记者问谷爱玲 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谷爱玲回到 在美国我是美国人 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一番话可谓是让人大跌眼镜 那时有人说她是双面人 两边都放不下 谷爱玲的身份一直是个敏感而争议的话题 她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并夺冠 可以说是为国争光 但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没有放弃美国国籍 而在中国双国籍是不被承认的 这正是网友质疑她两面派两头吃 精致利己主义的原因所在 而谷爱玲真的做错了吗 其实在报道的新闻中 您却指出了是中国的谷爱玲 因此作为一名中国人担任美国的深奥大使 事件值得国人骄傲的事 而且谷爱玲作为世界顶尖运动员 代表中国走向国际 向世界宣传中国的体育精神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 有位外国委员曾这样说 拥有像谷爱玲这样 对世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优秀年轻人 是所有国家都期待的事 或许是从一开始就被捧得太高吧 所谓人红是非多 从谷爱玲的发展角度 客观来讲她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毕竟有今天如此出色的成绩 她和她的家人从经济 时间 精力等都付出了很多 如今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自然是不愿意放弃 而就现实而言 在有了鲜明气后多接几个广告代言也并没有什么错 而不管存在怎样的舆论声 至少谷爱玲为中国赢得奖牌 争得荣誉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也正如她自己所言 当有人跌倒我会伸出援手 当有人需要建议我会倾囊相守 希望和大家共同进步 要知道所谓英雄是在需要她的时候她会毅然决然地出现 完成使命后能去过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永远被架在神坛困在道德绑架里 我们不神话任何人也不要放大自己 更不应该诋毁她曾为国争光的事实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都在卷 就拿主持人这个行业来说 如果没有几个除了主持以外的才艺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主持人 逼方电视台的主持人就已经够卷了 可想而知央视的主持人得有多倦 但凡那些能够被人一眼叫出名字的主持人 肯定是多才多艺的 而要说近两年最火的当属央视四大才子了 他们分别是康辉 朱广泉 撒贝宁 尼格买皮 这四位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就像现代版的四大才子一样 在很多人印象中央视主持人是严肃端正的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 有种只可远观不可卸玩的感觉 但当康辉 朱广泉 撒贝宁 尼格买皮这四位齐聚一堂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四人一碰面就是一顿互相吹捧调侃 我连康辉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就能在新闻联播看见他 他严肃而又不苟言笑 声音洪亮清晰 但私下他也有卖萌俏皮的一面 不过相较于康辉稳健严肃的播报风格 朱广泉的新闻播报是生动活泼的 时不时就来一段自创的顺口溜 很有代入感的将观众代入到新闻中 被网友称为央视段字首 朱广泉同样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作为学霸类型的主持人 他就是那个逼疯手语老师的主持人 因为他的出口成章和反应迅速 很多时候手语老师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开始下一段引进句点了 是出了名的段子 首尖手语老师可心 而论凡尔赛撒贝宁可是一把好手 撒贝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他的主持风格是幽默风趣的 妥妥的搞笑担当 他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北大还行 在节目上称自己本科保送北大 研究生也是保送 这些话换作其他人说出来 可能会被说太高调了 但从撒贝宁口中说出来却十分搞笑 他不仅是学霸还天生自带幽默感 情商也相当高 就没有他接不了的话 老少通吃的尼格买提是来自新疆的帅气主持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是四大才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们歌上舞非常能够活跃气氛 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主持起来和生活态度一样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阳光活力的感觉 可以说央视四大才子各个身怀绝技 如今的央视主持人队伍可谓是人才济济 而都知道央视的标签可以为一名主持人带来光环 但他肩负的责任也是巨大的 在央视工作一个疏忽就可能闯下大祸 因此主持人们只能谨慎谨慎再谨慎 而也有人好奇 走向舞台后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之前随着各大名校的食堂刷屏后 众多网友也十分好奇央视的食堂是怎样的 此前网上就曝光了一组央视食堂的照片 从照片中能看到康辉 董卿等一众央视名嘴正在用餐 食堂非常大也收拾得很干净 每一个角落都印有专属于CCTV的logo 菜品众多 可以发现其实都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很常见的 考虑到工作性质 食堂是24小时开放的 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 主持人们进入食堂只需刷一下卡 就可以自助领取自己喜欢的食物了 而仔细看会发现无论是菜品还是肉类 颜色都很是清淡 避开了油腻 几乎没有深色的调味酱料和辣椒 因为主持人这个行业对嗓子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在音色和音量上都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他们既需要保护好音腔的圆润 又要能流畅发出平稳的音调 所以饮食尚保持清淡 是为了保护嗓子 让嗓子能够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而作为一名央视主持人 其实最让人惊叹的不是他们的主持能力 而是控场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 央视主持人对于信息量 还有知识的摄入是远超于正常人的 出于主持节目的需要 他们会自觉记住很多相关的信息 以此来保证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机应变 这种知识储备要远远高于一般主持人 不得不说在这方面 央视主持人的专业是值得让大家赞叹和行业内学习的 也许有没有信息没有 储备要远高于一般的你 你不得伍聚远高于一般的一般的你